人来人往的台北转运站 紧临市民大道一段 但只有两线道的马路 小科车继承车只要一围停 就占去一个车道 而内湖这个路口也是相同情况 在北市内湖这个路段可以看到 旁边就是这个公车停等站 再加上这里是美食一级站区 因此北市交通局也在这个地方 设置了科技执法 北市科技执法路段再加三 除了目前取地超速共有两处 高架桥抓大货车违规行驶 违规停车则有四处 接下来台北转运站南港车站 和内湖路一段739号也会开始实施 进站转运站这边缘器 它一直就是侧多 车子的流量都蛮大的 那就是因为有一些车辆 它可能在那边上下课的关系 所以就造成说会造成后面的车流流量回堵 透过车排辨试系统 一旦发现车辆停车超过三分钟 就会自动执行违规搜证 7机车为停最高可开罚1200元 镜头转到彰化台61线彰化路港 阳错扎道到深港扎道区间测速 3月1号也要重新开罚 要符合资安的要求还有准确度 那今天都来通过了 这路段两年前曾启用区间测速 但是隔年4月被抓包 时间不准撤销3000多张罚单 现在警方出示检验证明 表示通过检核3月1号开始开单 透过科技天眼要协助警方抓违规 八大新闻综合报导 民生八方式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